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个案黄女士是诊所转接过来 因为甘质素过高 那初步我们接受抽血跟超音波发现 其实黄女士不只是甘质素过高 她还有血小板地下 甚至在超音波已经发现有初期的纤维化的现象 那经询问过后 黄女士已经罹患吸干有20多年 自己的先生也是因为吸行肝炎而过世 那她自己在5年前曾经接受过甘质素的治疗 因为副作用太大而中断治疗 所以她对于吸行肝炎这个治疗是非常抗拒的 那在我们评估过后发现 黄女士已该接受新型的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 那新型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 副作用相当低 而且只需要2到3个月全口服 患者平均治愈率大概多9成以上 都可以完全清掉病毒 那我们看到黄女士在一开始接受过 这个纤维化的检查 发现她已经是有肝炎化的现象 那在治疗过后 其实肝纤维化也有改善 那代表说就是细形肝炎治疗 对黄女士后续是相当有帮助的 那另外黄女士在超音波也发现一个肝脏的结解 那最近也是有微诊在追踪 那目前节节也都是在稳定的状态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患者如果有细形肝炎的话 应该要接受治疗 并没有产生肝炎化的感染 那刚刚针对我们这个个案黄女士 在她三个月的治疗完后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关心跟介入 那告诉她这么好的一个吸肝口服用药几乎没有副作用 那短疗程 那也就如期的治疗完 那其实也是要告诉各位一些有吸行肝炎个案的患者 那如果说害怕肝脑素治疗 或者是说一些副作用的部分 那其实是可以不用担心 那其实也可以希望说有这么好的健保药物 那可以尽早进入治疗 避免说疾病的一些进展 成肝硬化跟肝癌的发生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